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概一百多校三千多队大概将近两万人来报名 哦 好多呢 对 全台湾规模最大 那因为他的后来能够进到初赛的差不多就五千人 进到决赛的大概两千人 从两万人变到两千人再去得到冠军 其实他的获奖率大概不到五%大概只有四点多% 哇 这也被称为是竞争最激烈 含金量最高的一个创新创业的比赛 所以在学生们跟老师们之间 他就被称为是一个新创的奥斯卡奖 这个奖也蛮久了 对不对 对 他其实已经举办了21届 但是今年因为他的规模已经大到说 他还请了138位的评审 总奖金是250万元 都创下新高 而且还有海外的参赛队伍来参加 大概有32队的报名的队伍 跟19队左右的海外的队伍来台湾 跟台湾的学生比赛 所以他在国际界已经打出了一个知名度了 是 所以他的评选标准什么 我看很多学生在会场 然后穿的整整齐齐的 然后会这个评审会来 这个一桌一桌 这个一个席位一个席位这样看是不是 他的评选标准包括说在评审 因为评审还138个人嘛 就是规模居然多 大家从早上比到下午 那有的评审呢 他就是会在展览的期间 就是譬如说从早上到晚上 他会下去看 然后跟学生互动 但同时呢 他也会就是在 就是从早到晚的时候 会请学生一个一个进到一个小会议室 presentation给他们听 然后他分成了19个类组 每一个类组有不同的主题 跟不同的标准 然后让这些学生 从那些类组中选出前三名 所以这个是参加决赛的部分 对不对 参加决赛的部分 只有决赛可以在现场 只有出面选拔 然后到决赛的部分 然后选出前三名 那第一名是 第一名就奖金很高 第一名感觉他每一个类组不同 那第一名的奖金基本上 从2万3万5万10万都有 所以我们等一下再来谈 我们等下一段再来谈说 有些这个蛮成功的个案 是应用在实际上 所以那今年是谁拿到冠军 就是在几个类别的方面 譬如说如果最竞争 最激烈的那一组的话 其实是有一个物联网的 两岸交流组 他拿到冠军的 其实就是一个 原培医师科技大学的 一个团队的学生 那他们就是其实 去提供一个比较成功的案例 因为他其实拿下了 两个类组的冠军 那他们做的其实就是 一个所谓的智慧残爱管理系统 他们那群学生呢 当初在开发这个系统的时候 其实是源自于说 他们其实原本是帮一个医院 开发一个大肠癌 看片的教学系统 然后他们指导老师就发现说 其实大肠癌是国内 十大癌症发生率之首 因为台湾的人很喜欢在那边吃 比如说吃一些大的啦 对对对对 所以发生率是很高的 而且又年轻化 又年轻化 就很多年轻人就天天在那边吃宵夜 吃炸鸡啊吃宵夜吃烤的啊 对不对 对就很早就得大肠癌了 他的发生率很高 而且连去好几年都一直是排名很前面 所以他其实是医生非常想要去解决的问题 他们还发现说 其实如果早期的大肠癌 如果你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话 你的存活率其实高达九成以上 但是如果你到第四期的时候 你的存活率只剩百分之一趴 那这样的话 其实他们就发现说 如果你能够在早期把握 掌握黄金治疗期的话 你的治愈率其实是很高的 但是呢 你要怎么把握你的黄金治疗期 就是你必须要 很早的时候 要是你发现你可能罹患大肠癌了 你在一期的时候 或者是初期的时候呢 你就常常关注你自己的身体讯号 很精确的告诉医生说 你是哪里不舒服 然后医生也发现你的大肠癌症状之后 他能够随时的给你一个 很好的医疗诊断的话 他其实就可以很好的治愈他 但是很多人可能很早期的时候 就觉得自己可能只是肠胃不舒服啊 胃痛啊肚子痛 然后就搞不清楚状况 所以他们发明了一个 他们就创那个 就发明了一个东西叫 障碍管理系统 就是他有一个设备 有点类似听诊器的样子 那他其实是可以减策你的肠鸣音 就是你的肠胃蠕动的那个状况 然后你的鞋边啊排气等身体状况 然后再用手机去记录 并且在网页上面透过云端去记录 你每天的一个情况之后呢 医生也可以在随时透过连上网页了解 你每天的一个记录是怎么样 再进行更精确的判断 那这样子的一个软体跟硬体整合的设备 它其实有几个优势 第一个它是掌握了医疗界跟病患的需求 看来呢他们的数据其实是非常的完整 比如说他发现了说 世界卫生组织说2012年调查 全球平均有上百万人罹患大肠癌 它有超过69万人因为这个数据而死亡 而在台湾它的发生率是排名 连续八年排名第一 就是相关的数据其实是很完整的 然后再加上他们在现场 presentation的反应是非常敏捷的 他们老师呢要求这些学生呢 在两分钟内一进到评审面前 立刻两分钟内把所有的设备都组装完 然后开始presentation很流畅 所以他们就拿下了第一名 哇那而且这次又非常实用 对不对 对非常实用 就是他还是有一个市场需求的 所以他就拿下第一名了 而且其实在整个采访的过程中 我才发现说这一群学生呢 就是这一群原培的学生15个人里面 其实就有两个学生 其中一个学生呢 他的阿姨就是大肠癌的肆体患者 哇 那另一个男同学的学生呢 他其实是在研发过程中 他的爸爸有一天就把他开课的时候 就跟他很认真的说 啊就是我可能罹患大肠癌 也不知道还能够照顾你多久 那你以后要认真一点啊 读读书 然后他就非常的难过 所以这一群学生呢 从此以后就每天都睡在实验室里面 被请忘食的想要研发这个产品 这这个产品已经变成他们人生的一个方向了 真的 而且又实用 对 然后又得奖是其次的 我认为 就是说 这位家里有这样的人 那提早发现提早治疗 对不对 因为现在国人大肠癌的比率非常高 问题是问题 那个大肠镜他就不喜欢找 对不对 那个又侵入性的这种 这种所谓的这个检查 大家都不喜欢 如果透过这样的方式 能准确找出早期的大肠癌 这个是救人无数 那对 那待会 因为这个张涵在这个金周刊里面 也有其他包括一些前辈得奖 然后现在应用在实际上面 我们待会在 呃 广告之后再继续跟张涵再聊这一块 好的 12点18分 欢迎回到九一七 在一起POP Radio 台北六星广播电台 POP抢千报 我是郑诗诚 在线上接受访问是金周刊的 传说委员钟张涵 张涵 那谈谈金周刊这一期有个故事 就是 校园新创奥斯卡奖啊 寻找台湾组克博 那这个谈的这个这个这个奖项啊 就是这个已经这个相当多届的 那么这个呃叫做校园创新创的奥斯卡奖 那么这个奖呢 是这个一个这个全国大专的资讯应用服务创新竞赛 那有很多的组 那刚刚这个谈到刚刚这个张涵特别谈到了 关于这个大肠癌的一个这个呃 监测病症的这个用用这个手机哦 这个帮忙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刚刚这个这个张涵在这个这一期金周刊也谈到了一个前辈的故事 就是巧妙建制这个农业资料库帮国库省下九亿元哦 这么好 哦 这一个案子呢 他就是所谓一个学生前辈的案子 就是得奖的嘛 对他这个奖项 因为他这个比赛已经比了21届了嘛 对 那这一个前辈就是这一个 这个董事长 林又任 对他之前呢 大概在13年前的时候参加过同样的一个比赛 他当时就拿下了 呃 资讯系统组的第一名 是 那当时拿下第一名 说对他而言是一个莫大的鼓励哦 他当时还只是一个平东科技大学的学生 然后对他而言 他觉得说他可以在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那种全国大家的比赛进来搭 然后他也能够拿下冠军呢 他觉得就是 呃 应该是自己是有机会的 所以从此呢 他就常常跟着老师一起接一些软体啊 然后 呃 程式设计相关的案子 那一路走来差不多10年 他就见 他就成立了一个就是资讯服务的厂商 那他到目前为止 他就专注于在做农业 因为以前平科大也是很常去做农业相关的案子 那他最近呢 就做了几个案子 就是很很具效益哦 尤其是在去年的时候 他就当行登月农委会建制了一个农民福利资料系统 这个资料系统呢 简单说就是他把国税局啊 内政部地政师相关的部门全部跨部门连线 那那时候农委会的一个辅导处的处长 他就有亲自出来说 因为以前这些乡政市农会 他们的资料都是纸本 也没有电脑连线 所以就很多人一起保一块地啊 假的农民投保啊 有些人明明农地都卖掉了 还持续的领一些农民津贴 可是因为这个资料户上限了 他就发现说 原来有两千多个人 其实资格早就已经不符合了 所以那时候农委会就把他们都退保了 退保之后算一算 高达9亿元的资金省下来了 就是有些不合格的 对 对那那时候有一个新闻 就是说就是那些农委会的人 还特地到现场去敞勘 譬如说他发现 国税局好像还在领啊 什么什么内政部都还在领津贴 就到现场发现 连甘蔗都中的都中反了 就是这样很好笑的假蒙民情况 那这个案子就是 他们是这个资讯厂商 他们做了一个比较有效益的案子 那他们后来也推了一个 所谓农务一把抓的APP 它就是让农民可以管理耕地 那他当时就是有一个 譬如说科技农夫 一个白大青农嘛 苏电君 他那时候就有提到 他用这个APP管地之后呢 他就发现每年光是可以减少申报错误 或者是耕错田的那些金额 就可以就是省下大概5万到10万元 那之前他可能没有用这个APP管地的时候 他可能光定位啊什么什么的 就会搞不清楚自己的农币在哪里 因为他有一百多公顷的地 而且都是分散的 好大哦 对啊 对那他有的时候还会收错粮子 譬如说收到隔壁 就别人的地 就收完了 因为他不是在一块的 对不对 他有很多很分散 那他当知识 其实就从这一整个 这一整个就是他们现在做的案子来看 其实当时我就把他董事长的时候 就去聊他的创业历程 他就说他也是从一个学生时代去参加比赛 然后获得了冠军 得到了他自己的自信心 然后开始就是开始熬夜写城市啊 开始接案 然后开始对于创业创新有强烈的热情 一路走来十年后 他才能够做到现在的一个规模 为农委会创造这样的效益 然后为那些农民呢 就是达到一个很适合的一个软硬体的资讯系统 那这其实也是一个 就是让现在的学生来去想说 其实有一个前辈也曾经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从学生开始创业的历程 其实大家都是可以去效法跟学习的 你在这个特别企划的这个最后一篇 这应该是你写的这一篇的 就是台湾金纳研发无线充电 还有无线充电 凯迪拉克跟宾斯都买单了 现在充电还可以无线的 没错 这也是一个未来一个很大的趋势 这个孩子就是因为 他其实是一个旅外的经验 也就是他比较前面有几个 就是参加台湾的比赛啊 对对他没有 然后比赛里面上他出来 没有 他就直接大学毕业之后 他就想说来去美国念个书吧 他就到美国去了 然后呢 也就只是就想说单纯的念书 可是美国就是有那种创业的风气 对 他在那里听到的一句话 就是在美国一流的人才创业 你二流的人才才会进公司去上班 啊 也是啦 就在那个环境底下 他慢慢的就感觉到说 其实你只要有idea 你就试试看 对 他当时看到这个idea 就是他跟朋友一起去星巴克喝咖啡 喝着喝着就朋友手机没电了 然后朋友就拿着行动电源说 我忘记载线了 是有线借我一下我要充电 结果没线没办法充电 对 充电线嘛 他当时就有一个idea想说 如果能够不用线就充电 那不是很好 对啊 不是 他就决定要发明一款行动电源 那个行动电源是你把手机放在上面 他就可以充电了 不用线 现在好像应用在有些手机上面都有这样充电方式 对不对 越来越简单 比如说你不一定一定要线才能充电 像以前我们不一定一定上网就一定要用要拉线 现在都有wifi 以前手机谁想让会发展到这样子 以前电话以为都一定要有线啊 对不对 对啊 以前电话就是有线 对啊 现在就是大家都有手机 对 所以他其实他的创业之所以会成功 所以他本来就看到了一个科技未来的趋势 而他发任于他的创业是来自于他想要解决生活中的一个不方便 他们几个朋友就在摊桌上开始买线圈在那边绕啊 然后他就从一个美国最大的一个群众募资网站Kickstar 开始试探市场的水温 结果把他的idea跟他的一开始初期的展示品一放上去 竟然就有430万台币的资金来预购 天哪 那430万让他瞬间得到他第一桶金 就是创业的资金 也让他证实说这个产品是有市场需求的 真的 真的这个产品是非常棒的 我认为 没错 他就开始就加紧研发 那创业到现在两年左右 其实就有很多的创业立刻就一直积极的跟他们接洽 然后他们的办公室呢 也是他们的母校 他就是他在美国念说那个学校 一看到他们idea就说 来给你免费的办公室免费的设备 你立刻就在这里开始那个进入我们的孵化器 我每个礼拜安排创业跟你们接念 所以他接下来就已经募到了200万美元的资金 然后呢 也开始就是出他的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的产品 那走到现在呢 就是譬如说他还说 海迪拉克这些车厂都主动跟他们接洽 他说希望未来呢 他们的车子是 你是车主你一进去 你手机放在某个地方就可以开始充电了 都方便 对啊 也真的 可是这不是不可能 因为这种同样的东西在车上装一个装置 也就可以充电了 对不对 没错 他们这些都是未来的就是趋势所在 那也就是为什么他能够现在就是变成是 他还被美国的一个知名杂志 选为十大杰出年轻创新者 嗯 就等于在美国其实是知名度很高 而且也接受很多杂志啊 美国的电视台的报道 那这个案子就是让台湾的学生知道说 其实你有一个创业的idea 有的时候你也可以到国外去试试看 像这一个创办人吴哲明 他就说他非常的鼓励 年轻人走出台湾去美国念念书 然后去美国看看别人的思维 因为在台湾很多的东西是学不到的 譬如说台湾有些文化会觉得说 啊你就去考公务员嘛 嗯 比较稳定啊 对啊 比较稳定啊 嗯 对然后他就说 可是在美国会觉得 这个想法才是太不可思议 他们觉得一定要创业 你一定要趁年轻的时候试试看 因为你年轻你跌倒也没什么 嗯 可是你有一个idea 你可以就可以为未来的科技 科技带来更新的可能 嗯 但他觉得说 这是年轻人应该要去学习 要去放开自己的心胸 去走出台湾看看世界的机会 对啊 因为祖克伯本来也是一个 也不过就是一个年轻人 2004年以前啊 他现在有一兆多台币的这样的身家 也是靠idea 对不对 也不是基层复产 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当成祖克伯 就是你只要你有idea 只要你能走得出去 那个想法要创新的 所以这个 这一期这个金周刊谈的这个 校园创新奥斯卡奖 寻找台湾祖克伯 就是不只是你参加奖 就是你只要有idea 你都会成为下一个祖克伯 好 非常谢谢金周刊的专属委员 钟张涵接受访问 谢谢张涵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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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贴